大家好,我是孫敏喜,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今天點題是幾個字,就是最後防線 先講講情況 打風的日子,今天港股在打風之中表現一般 低開後反覆向下,曾經跌超過400點 幸好最後稍稍收窄跌幅 但仍然跌了368點收市 收市價2777.2,4.7 成交有603億,雖然今天只是半日市多一一 今日市向下內銀股,其中一個下跌動力 包括建銀行,1.3%穿前浪底 昨天升得好好的,內險股今日有回軟 加上內房股都呈現弱勢 看到這隻中國海發展,跌至2.5% 走勢都是弱的 令市今日大幅向下,跌了368點 今天市跌300多點 2萬8千點失手了 後市怎麼看呢 初步看,向下可能性仍然較大 雖然跌了,又可能再跌 從兩大方面,基本面和技術面來看 今天出的消息,基本上都是一般 和今天天氣非常呼應,風雨飄搖 一方面,先講香港 香港出來的經濟數據是差的 第二季,GDP經濟增長只剩0.6% 比市場預期,都不是多了 1.5% 還要低一大部分 其實昨天,信納平行機構先警告了 現在社會運動或社會運動 這樣搞法,香港的下行風險 經濟比較大 長遠影響商業機構對香港的信心 昨天發出警告了 今天數據顯示,第二季都不太行 第二季已經未進一步惡化 最近更加厲害 已經剩下0.6% 所以現在有些銀行警告了 說下半年香港經濟的情況 更加每下月放 聽起來都比較令人擔心 明顯香港的因素是偏淡的 簡直說是淡的 另一方面,中國的因素 今天出來了 都未至於淡,但沒有驚喜 未足以令好友在振奮士氣的作用 說的是什麼呢? 就是政治局會議開完 說了幾個大方向 聽起來都並未有很重大利好消息 幾個方向是什麼呢? 就是深惑國內需求 以及穩定製造業的投資 這些都比較不是即時令大家很興奮的說法 加上一句就更加令大家 現在就有些情緒低落 就是說什麼呢? 就是重申了 房地產不會作為短期刺激經濟的手段 之前不會用房地產來供經濟 而且重申了 房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 大家聽完之後就立即解讀 意味之前大家的憧憬 各地的調控措施可能有放寬的趨向 大家聽完之後發覺 可能不單止沒有放寬 還反而會受偏緊的方向走 這個當然是對內房股而至 但是對大家對中國整個經濟的情況來說 並未有提振的作用 因為這樣說法沒有什麼特別刺激措施 對經濟的看法並未有利好的推動 所以剛才提到內房股為何這麼差勁 就是幾個字 房住不炒,就是房外住不外炒 令到內房股就走下去拖市 這個都未至於香港那麼淡 但是偏淡 與之同時 中美貿易談判出來的數據 你說中性是可以的 你說偏淡都可以 為何說中性是可以的 因為大家事前都預計不會談到什麼出來 特別是在開會前突然間特朗普又來發瘋 又來炮轟中國 又說三、說四 又說中國不買農產品 不買大豆、貝信棄義 又說中國經濟不行 27年最差 美國多好 其實老調重彈 總之都是類似的 中國今次不和他客氣了 在會前已經反擊 又是極限私客 這是沒有用的 貝信棄義在美國 總之官媒不斷反擊 還說美國經濟其實還不行 第一季過3%以上 去到第二季跌到2.1%更加不行 總之罵來罵去 大家都估計今次說出會議之後 都不會有什麼重大的成果 達成協議的可能性 大家都從來都不抱重大希望 但是從這個角度來說 算是中性 沒有什麼結果 但是為什麼中性偏淡呢 就是偏淡的原因就是 想不到開4個小時就下班了 極快 極速員工 可能大家都沒有什麼好談 聊來聊就下班了 走人 走人 而且又沒有任何公佈 所以說多一句都很浪費 所以 從這個角度來說是偏淡的 這個情況 終未這樣 所以唯一的因素 暫時未知很淡 就是今晚聯儲局第二天的會議 究竟聯儲局會怎麼搞呢 究竟25點至50點至 這個是大家比較關注的 當然 這個25、50關注之餘 大家會更加重視 宣布完結果之後 究竟聯儲局諸公 顯示出來的態度是今次是一次減了50點至算數 作為所謂保險式的減息 還是陸續有來的減息 大家就很關注 怎樣去看呢 第一看究竟有多少人 顯示他們反對減息的 特別是減息50點至時 有多少人反對減息50點至時 如果一般說法要超過三個 即超過兩個有三個或以上 那就是大件事 顯示聯儲局方面不太支持 就不斷減息 就可以視之為今次減息是一次過的減息 這個大家要注意 基本上來說 幾個都是淡 中性偏淡 至於聯儲局就要等 究竟今晚出來的意識結果 特別是聯儲局的不同的官員 或者地區銀行行長怎樣去表態 這是基本面 至於技術面 當然是淡 這就是恆生指數的走勢 這三個綠色箭嘴指著 就是之前在節目也提過 就叫做頭肩頂的走勢 明顯這條頸線 綠色這條頸線 這三個綠色就是肩頭肩 早兩天早兩天都是在頸線爭持 暫時還沒有跌穿 但今天一個下跌流下去 已經明顯跌穿了頸線 以至跌穿了50天線 根據技術分析 跌穿頸線可以視為跌穿頭肩頂 當然通常跌兩天 收起期下叫做確認 所以明天變成很關鍵 究竟會否進步偏淡 第一就是看明天還要守在頭肩頂的頸線 第二就是今天點題的四個字 最後防線 還有最後防線能否守呢 最後防線在哪裏呢 第一就是這條藍色線 這條是250天平均線 號稱牛紅分析線 淡油能否守到呢 這是其中一個最重要的指標 第二個很重要的指標 就是這個紅色箭嘴指著這個位置 這個就是之前做出的上升裂口底部 無獨有猶 這個250天線和上升裂口底部 都大概在27,600點左右 所以27,600點可視為是好友的最後防線 如果失手 那就真是頭痕一些 可能再跌會比較多一些 好 時間關係今天分析 大致這麼多 多謝大家